Hello 大家好 我是充弦老师 那今天呢 我要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Google简报超强的功能 编辑主题 那首先我来说明一下 编辑主题做什么呢 譬如说我们的投影片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第五页 第六页 老师 我觉得它的标题字都太小了 还有这里面字也都太小 我想一次改怎么办呢 好 这时候呢 就要使用什么了 投影片里面这个编辑主题 这个主题它有分不同版型哦 你看 第二页到最后页 这相同版型 老师点在第二页 点在第二页哦 再来点选投影片里面的编辑主题 看了看了 好 那这时候我点在这个 这个橘色主题这里 我点在周围的框框 点周围的框框 我在这边点一下 来 我把它变大 我改成40 Enter 字变大了 还没完 颜色的地方我改成大红色 那字体也可以选啊 这里所有微软正红色 这里可以改字形 大小 粗 斜 底线 还有后面其他等等 来 改完咯 来 点xx 点这个xx 就可以离开主题 你看一下 所有投影片就变更大红色 就是 里面的字也太小了 这个什么昆虫微色 不要在这里改 如果在这里改 也许要改10页20页 你只要进到哪里改 投影片的编辑主题 那那个字属于哪里 这个地方 第一层 我把第一层的大小改成24 好 我们再离开哦 那注意同学 注意哦 在这个地方不要去打字哦 打字不重要 这里改的是只有它的样式 什么叫做样式呢 字形 大小 颜色 粗体协理等样式 来 我再点xx 关闭 同学看一下 哦 一次瞬间就把它改完了 老师 第一页怎么没有改到呢 因为第一页是不同的版型 不同的版型就要个别改 我们再进到这里来 对不对 那通常首页 标题首页只有一个 一个就个别把它选起来改大一点就好了 因为它只有一个 我们标题 我改80 更大 对不对 那标题的时候我选的是绿色好了 再加粗 因为标题 那我的名字一样 因为这里只有一个 一个我们就自己改就好了 如果很多个的时候 才需要进到哪里呢 编辑主题那地方去做修改 来 那这个呢 是PowerPoint的必杀记 你只要学会了编辑主题 下次你再做简报就会轻松多了 那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 拜拜